万吨驱逐舰正逐渐消失 动辄三四万吨甚至是五万吨以上的战列舰 现在坟头草都两米高了 诞生数百年的巡洋舰也已经走进坟墓 就连每日这种万吨驱逐舰的忠实用户 也果断拥抱小型护卫舰 世界各国的海军发展都仿佛在表示 军舰小型化才是未来 可军舰不是体型越大战力越高吗 为何会出现小型化的趋势 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军舰 从军舰的发展来看 吨位确实是越来越大 早期的木制战舰到现在的航母 吨位从一两千涨到了十万 战力也是一届更比一届强 航母编队就是现在海战的战力天花板 毕竟对军舰而言 体型大就意味着搭载的武器种类比较全面 防空反潜反舰的能力那是一个不缺 就像一个标型大汉 手持M4背上背着毒刺 腰间塞了几颗手榴弹 顺带还穿了几套防弹衣 看谁不顺眼给他一梭子 军舰比这更膨胀 虽然抛弃了后装甲 但是搞起了结构炕和反倒 扛揍 开炮之后跑都不用跑 就在原地看着敌方向自己开炮 基本上不会有啥损失 顶多损失几枚导弹 一般来讲 一艘万吨以上的军舰 只要不是作死去揍航母 在海上横着走没啥问题 就比如世界最大的水上战舰 基洛夫几何动力导弹巡洋舰 吨位达到两万五千吨以上 对空对舰对浅均有远中近三层火力网 完全吊打其他军舰 预舰航母就算是不能直接打 也能吹口哨调戏一手 火力那么猛 就算是航母都要考虑 打了损失会有多大 再来看看布雷舰这种小型舰队 没大哥在身边 他敢横着走吗 拿着长剑和盾牌 跟对面的大炮PK 那还不如自己给自己来一件 好歹还能留个全尸 被大炮来一下 估计就碎成渣渣了 所以普遍的认知 军舰的吨位大 就意味着火力猛战力强 所以在近代的发展中 军舰的吨位那是越大越好 美国之前见到的主力战舰 基本上都是上万吨级别的 2013年就已经下水的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一万五千吨 注意火力军上面 所说的大型化那是在近代 现在世界各国的主力军舰 都是向小型化发展 万吨主力驱逐舰 都改成了7000吨级别的战舰 每日这种万吨军舰的忠实用户 都在向欧洲的小型化看齐 美国的星座级 借鉴意大利的 Framer护卫舰 7000吨级 日本新时代的最上级 排水量也是7000吨 还有英国的26型护卫舰 满载排水量6500吨 法国的下一代军舰的 排水量5000吨 问题来了 军舰到底是不是越大越好 为什么会出现军舰小型化的趋势 未来的军舰又该如何发展 首先就是军舰 是不是越大越好 如果单论战力 火力军的回答是 军舰越大越好 就如火力军开头说的那样 军舰大就意味着 搭载的武器种类比较齐全 而且性能更好 具备较为全面的作战能力 现在那些高吨位的战舰 哪一个不是人高马大战力强的离谱 哪一个不能支持远距离的战斗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从美国本土出发 轻轻松松来到俄罗斯的家门口 典型的以吨位论强弱的军舰 就是航空母舰越大越牛 航速快 航程远 能打还能跑 因为他们最初的设计思路就是 高机动飞行甲板 通过起飞的舰载机攻击敌人 体型越大 甲板能起飞的舰载机就越多 单位时间内升空的速度就越快 战斗力自然也就越强 试想一下 一艘两万吨级 只有一条窄甲板和十几架飞机的轻型航母 能与十万吨级四条弹射器跑道和动力能源 载机近百的超级航母相提并论 很显然的问题 不能 除非是这艘两万吨的航母 叫兄弟们一起上 群殴才有机会 除了航母 比如已经被搞的战列舰也是如此 它的特色就是无间不摧的巨炮机就 以及厚到变态的装甲 不过那些威力大的普通舰炮 重量也大 再加上船身上厚厚的装甲 防鱼雷中部位 以及布满甲板的副炮和防空 普通的军舰估计扛都扛不起来 更别提开炮了 小型军舰打上来估计就是个会移动的靶子 还没接触到 就被强大的火力打成了筛子 而且就功能性来说 大型军舰更强 它可以执行多种任务 比如现在驱逐舰 拥有更多发射弹员 可以打出更多的导弹 能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弹型 完成从防空到反舰 再到对地 反导 反潜 等多项任务 而且大型的军舰支持更多的战术系统 比如相控雷达 信息化能力等 中小型舰艇虽然也能做到 但战斗能力比不上大型的 也正是因为配备了较为全面的武器系统 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更强 换句话说 军舰并不是为了大而造的大 他们是为了匹配任务能力 以武器系统的搭载要求而设计出来的 而且大吨位也就意味着 舰上有更多的空间 随便改造 比如前苏联卡辛级驱逐舰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服役了 历经改进 如今仍在印度等国服役 美国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改进N次 依旧活跃在美军的航母编队 在战力上火力军可以拍胸脯告诉各位 大型的军舰就是比小型军舰强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低吨位战舰无法战胜高吨位战舰 这要看战场环境 二战中几十吨的鱼雷艇 几百吨的潜艇 一千吨出头的驱逐舰 都有击沉大型巡洋舰和战列舰的案例 中东战争中 埃及也有使用导弹艇击沉以色列驱逐舰的案例 总的来说 在近代木制战舰铁甲舰 无卫舰时代 军舰的吨位肯定是越大越好 在这个时代 战舰的吨位就代表了火力速度 小船永远也打不过大船 但鱼雷的使用后改变了这种情况 空军引入以后 这条规律就变得几乎不存在了 船的吨位多少 是看海军发展水平决定的 技术含量低的 就只用小快艇出去拨命 拿着机枪就和对面的炮弹干架 输了不亏赢了血转 技术达到攻防坚固的 则可以发展驱逐舰和巡洋舰 打的就是势均力敌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打法 能发展完善作战平台的 则去发展航母 这种就是打碾压 航母对航母还好说 如果航母打驱逐舰 那么结果只有一个 航母完胜 所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军舰吨位的大小并不是越大越好 并不是我一定要发展航母之类的 为了一个军舰把自己拖垮 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就像给美国一支鱼雷快艇编队 和给朝鲜一艘航母 美国凭借着自己的优势 很快就能将鱼雷快艇 变成航母编队 而朝鲜连舰载机都凑不齐 有点跑题了 咱们回归正题 既然大型军舰更强 那为什么各国都在向小型化发展 第一点就是大型军舰是强 但缺点也很明显 比如体型太大 很难引申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就是美军设计的全隐身战舰 本来计划建造32艘成为美国海军的主力战舰 结果现在就造了三艘 为什么 一个是技术不够 这些先进的设计理念并不成熟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刚下水 就被爆出了性能不可靠 另一个就是造价实在是太贵了 它的造价40亿美元 这点也是大型军舰一个共同的问题 造价高 美国尼米兹核动力航母的造价 已经突破50亿美元了 也就只有美国这种海军军费 高达2000亿的国家造得起 小型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军舰的功能模糊化 现代军舰已经不是过去那种 简单的船体加机械加大炮了 军舰的建造基本上就是一条非常长的产业链 没有发达的系统工程 电子工业 数控加工等等 想造军舰 那基本上就是吃人说梦 这种情况所带来的后果就是 军舰的价格越来越贵 二战时期下脚姿势一样的造舰 已经不可能了 这就导致一些中小国家的海军 就没有能力支撑庞大的海军作战体系 只能考虑多功能化 我什么都要一点 这就导致军舰的功能越来越多 军舰的种类也越来越模糊 一个护卫舰都能干驱逐舰的活 你说是叫它啥 护卫驱逐舰 比如西班牙的八战机护卫舰 6400吨的排水量 配备一个宙斯盾系统 你能说这是护卫舰 还有荷兰的七省级也是如此 等于说驱逐舰能干的活 我护卫舰也一样能干 而且我造价还比你优惠 那你选什么 肯定是护卫舰呢 这就导致各国主力战舰 吨位逐渐小型化 在小型化这条路上 美国还是最典型的 是的 又是它 建造万吨驱逐舰是它 小型化也是它 都说未来军队如何发展 看美国就行 这点可不是说说而已 2020年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就已经公布了 美国海军战力2045计划 也就是在2045年的时候 建造一支拥有500艘船舰的 超级舰队 同时在2035年 建造355艘有人驾驶水面舰艇 意思很明显了 全都给我变小 这也与美国当前的作战模式有关 现在美国国防部 非常重视一个新的作战方法 也就是联合拳域指挥与控制 通过人工智能 云计算和5G等技术 把战军内的所有作战平台 包括海陆空以及水下平台 全部联合起来 这些平台可以实时接受指挥部命令 实时开火对目标进行打击 简单来说 美国海军是把原来大型目标 分散成比较小的目标 增加了打击平台 增加了不同的火力点 而且这些火力点的反应速度非常快 随叫随到 可以分散朝目标开炮 直接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打击 这次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林妹妹了 而是炮弹雨 就问你怕不怕 对于美军而言 将海军的军舰由大变小 变成小而多 同时也纳入三军统一的 联合全域作战指挥的系统 其整体的作战能力只高不低 同时还省了一大笔钱 这个费用不光是造舰的费用 还有维修费 如果一直按照大型水面舰艇的维修费 到2034年大概会超出现在的预算 大约达到了400亿美元 这样造舰的费用和维修都很高 家里有矿的美国也顶不住 而且海军舰艇如果单个体积过于庞大 舰艇保修周期就会变长 在战备值班时就会出现空缺 很难持续维持有效水平的战略打击能力 未来的美国海军将逐步减少航母数量 采用轻型化战舰补充其火力打击能力和威慑力 如果未来确实能将舰队扩大到500艘 那美国几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域部署舰队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的军舰小型化和无人军舰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美国海军很早就已经开始研究关于无人舰艇系统的研发 无人军舰火力军之前也提过 各位感兴趣可以在频道里搜索 与有人军舰相比 无人军舰最大的好处就是低成本智能化 比如美军的海上猎手 专门猎杀潜艇可以自主航行 在未来海战中 美国的画风估计就是 有人舰艇与无人舰艇一同出行 无人舰艇前面忙 有人舰艇在后面指挥顺带划水 所以未来海战就不是看谁的炮弹更猛了 差不多是看谁的电子信息化作战更完善 看谁的更先进 赢了之后 你的舰艇就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快乐直接翻倍 那么未来的军舰该如何发展 全部小心化 不不不 火力军看来 未来舰艇的发展或许会走向极端 万吨战舰逐渐缩小 慢慢走向5000吨级别 但是航空母舰之类的10万吨级别的 则会越来越大 就如火力军之前所说的那样 航空母舰以吨位决定强弱 尺寸越大 机库空间就越大 携带的舰载机也就越多 性能也越强 而且4万吨以下的航母 往往还会存在 起降冲突的问题 所以对于航空母舰 还是造大一点好 目前 所有海军大国都在想尽办法 建造更大的航空母舰 两栖攻击舰也是如此 舰艇的尺寸小 机库尺寸 飞行甲板 以及船母尺寸都会小 确实省钱了 但是战力也打了一个对折 上战场之后 两发导弹被敌方打回原形 你说图啥 所以各国海军在造航空母舰 或者两栖攻击舰时 就算是牺牲雷达火力 甚至是航速都不会牺牲吨位 所以在未来 航空母舰 两栖攻击舰 补给舰等 需要能装的舰艇吨位 都是越来越大 像驱逐舰 护卫舰之类的军舰 则是朝小新化发展 小新化的军舰 在设计上 肯定不是以往上层建筑 天线林立 加扮错落布置的样子 外观上一定是简洁程度拉满 不过这种省掉了 防浪弦墙甲板扶手之后 也就增加了高海侵蚀 甲板作业的风险 这点等到之后 无人军舰成为常态之后 就完全不必担心了 而且小型化的军舰 还要有隐身的功能 现在的中小型舰艇 几乎都采用了综合隐身设计 对烟囱排烟形成的红外特征 动力系统产生的机械噪音 螺旋桨转动 形成的空湿效应等 利用多种隐身技术 未来的小型化军舰 虽说不至于光隐身 但是在雷达上消失不过分吧 需要注意的是 未来的小型化 并不代表着性能的缩减 而是在缩小武器系统情况下 进行缩小军舰的吨位 现在军舰该有的武器系统 未来一个也不能少 防空反潜反舰武器一样样都有 可以满足未来的海上对抗 对于大多数的国家 火力军认为发展小型化就OK了 像美国这种有钱有实力的 当然是两个都要 只是重点可以放在小型化这方面 比如诸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虽然凉了 但是技术还在 那么美国就可以将诸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 隐身技术与重装备的阿利伯克级结合起来 这不就直接起飞 而且未来的驱逐舰可能会指挥大量在空中水面 以及海下进行前线作战的无人系统 这些无人系统可以发射鱼雷 激光或拦截弹等武器 隐身的有人军舰加上随便牺牲的无人军舰 或许就是以后的作战方式 再往远了看 未来的航母还有可能飞起来 变身成为空天航母 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比传统航母速度快很多倍 起飞重量达到上千吨或者更大 新型隐形舰载机以模块化金木堆砌方式搭载于母舰下方 起飞方式就类似现在的空着巡航导弹 回收方式的话类似现在空中加油时候 半飞靠近吸附抓去回收组合成功 舰载机可以考虑是无人机随便牺牲 母舰的本身配置激光电磁武器 机体共行天线预警雷达 近地轨道巡航都是机操 未来航空母舰或许也会向海岛型发展 成为一个可以移动的军事基地 以后出门也不需要护卫舰驱逐舰之类 都在航空母舰身上挂着 等到需要时再派出一个无人舰队执行任务 就跟现在的舰载机类似 总的来说大国海军需要大型军舰 这点各位不用怀疑 大型军舰拥有更加全面的多用途能力 也可以集成更先进的探测和武器设备 比如说电磁炮 它要上舰就必须要有巨大的发电站 和足够的水冷系统 一般的小艇是无法承受 开一炮直接垮掉 还不如不用 大型军舰在海战中自然是好处多多 但是有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就是造价和使用成本都非常高 应对一般冲突根本就用不到 别说上万吨的驱逐舰 一般地区冲突中 4000吨的护卫舰就已经足够应付了 所以并非是所有的军舰建造的越大越好 未来海军的发展模式或许就是极端 国家实力一般的那就小型化走到底 大国海军则是两手准备大小一起上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朋友觉得未来军舰该如何发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也欢迎指证 下期见 Universal绅调 你们先去看看 我们下期对EO 的研究 与 安 研究